台北股市回到17000了 這一波的行情進入6月 你要注意的是融資的使用比率 我們一起來分享 歡迎收看股市張要進 我是陳居然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造邀來現行 好了台北股市今天來講的話 我相信都讓很多人覺得驚訝 因為整個因為疫情惡化 然後整個從最大跌點 史上最大跌點盤中大跌1400多點的行情 到現在 今天台北股市回到17000 這過程來講短短不過才半個月的時間 這半個月的時間來講的話 我完全讓所有人看得到什麼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說大家你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非經濟的因素不會是空頭的海嘯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很多人因為這一波 比如說5月12號那個大跌的一個走勢 創下最大跌點的紀錄 然後整個 一整個就是拿著疫情 然後這一邊來講的話 經濟蕭條 那個百業蕭條 然後那個 停業 無薪價 或者是什麼樣 所有的人這一邊來講的話 搶物資 那種恐慌的心情來講的話 完完全全把它套入在股市裡面 火星這一段時間以來來講 就要是這個提醒 包含了反向軋空 三天的測試 包含了史上最大漲點出來之後 就要是陸續提醒大家 控盤者現在來講的話就是測試什麼 以15000作為箱頂 箱頂是5月12號還是5月11號 那很明顯的來 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行情很快速的給大家答案 箱頂的位置5月11號 反而是外資這邊所瞄準 我先以這邊來講的話 就好是在節目上跟大家都提醒了 然後這一段的5月份的動盪 然後整個賣壓調節 砍籌碼的 我已經聊到內資不是外資 反而在這一波的行情來講的話 砍籌碼是內資 然後在季線扣底值 我們上個禮拜有特別點到 除非你台北股市在季線 這個位置開低往下走 收盤破季線 否則這裡來講的話 技術性拉回 它可能就是一瞬間你沒有掌握到 行情就直接往上走了 那只是沒有想到這一波是那麼快 因為上個禮拜四來講的話 唯一過完季線之後往下破的 就是上個禮拜四的早上而已 我相信大家都還記得啦 尤其你說台紫期應該記得那個 開低直接什麼大跌400點 什麼那個胖手指什麼在討論什麼的 可是我看的是什麼 誰來決定就是說 這一邊來講台北股市到底是要在季線 這個扣底值也就是說把相頂位置弄在5月12號 還是5月11號 所以我聊到嘛 如果季線來講的話 這一邊有一個買盤的力道拉起來 那行情的方向就很明顯 只是這一波來講的話 很快速的 外資在最近這三天來講的買超很明顯的 他要把整個台北股市帶的方向 帶的那個相頂位置就是什麼 5月11號高點17137 所以以今天來講的話 好像還是一個大漲的行情 那我當然知道跟大家去提醒說 這個大盤來講接下來進入6月份 明天開始6月份 我們看的是什麼 這一段的行情來講的話 交代斷點 這一段的排列交代斷點完之後來講的話 能不能在5月11號 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直接再拉一個開高走高的行情 如果沒有辦法開高 那特別留意 交代斷點來講 行情也許就轉去一個橫向整理 或者是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有一個技術性的拉回 好不好 那技術性的拉回來講的話 我們再出現了 我們再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說大盤的方向到底是什麼衝擊 但一個 1萬5是相抵 我們在節目上 我相信就是說已經不只一次跟他強調了 已經跟他來談了 因為1萬5這一波根本沒 連破都沒破過嘛 那個包含了1月底一直到現在 1萬5攻上去之後 1月7號到現在從來沒破過嘛 那我相信就是說 你掌握這個重點來講的話 你就知道為什麼 跟他來談說 5月份動盪 但是什麼 沒有空頭的條件 所以那個行情在這邊已經完全應驗了 這個也是我不斷在節目上去分享的 那 我的會員來講的話 今天我們看到了 完全驗證了 接下來來講的話 我跟他們分享 同時也要在節目上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來分享 經過這一次 經過5月份的行情 你一定要深刻的記下來 這一邊來講的話 千萬不要再因為疫情的變化而恐慌 然後這一波的行情來講的話 錯殺的股票 接下來6月份 如果大盤回跌了 那是再給你一次 進場買入的機會 好不好 這邊讓我提醒大家 所以 這裡來講的話 我一直要提醒大家 那個5月份的行情 我一直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你如果因為恐慌 然後去賣股票的 你原來抱對股票 因為最近來講的話 最近這從 季線扣底值 16500上方 然後一路往上再漲 你會發現什麼 很多電子股一路往上拉 那一路往上走的過程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你如果 5月11號 5月12號那兩天來講的話 你沒有因為那個跌點的 創紀錄 然後自己恐慌 或者是那個 整個在 哇 確診人數死亡人數增加 你如果沒有這樣恐慌來講 其實很多股票 現在是回到 大概5月12號 5月11號那一個相對的位置的 我希望說啦 大家經過這一次的經驗來講 你一定要知道 你只要平常的時候 不要看到漲去追 那行情動盪 不管是發生什麼重大利空 很多人在討論說 老師那個會不會封城 那最近股市這樣漲 已經沒有人在 希望說老師 要不要來分享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對於如果封城股市 或什麼變化的分享 沒有了 前面幾天 還沒攻上季線之前 還沒回到16000之前 我這邊LINE是有朋友留言來說 教老師可不可以那個談一下 封城的話 股市會怎麼樣 現在沒有了 因為回到17000了 好 那我要告訴大家什麼 你平常不要追高 你自然就沒有所謂的殺低的問題 因為你就是因為追高 你大概就是好不容易 買到股票 以為他們會漲停板 結果後面發生一個大動盪 行情大跌 很多人是因為追高 然後起源就變成說 哇看到大跌的時候 他按耐不住 很容易就會什麼 自我了斷 所以關鍵什麼 你自己的心理 一定要跟股市的行情做切割 我最近的那個節目呢 包含了就是說 我特製的影片 都已經告訴大家 你如果因為恐慌而賣股票 往往都是什麼 不對的決定 不會是好的決定 好的結果 好不好 那我現在那個 煌不浪噹 半個月的時間 因為5月16號特別錄製的影片 那一天是整個 確診人數第一次破200 那時候我來講的話 我就感受到 我Lite這一邊 投資朋友的恐慌 包含了我會員也會恐慌 所以我特別錄製這段影片 現在回頭來看來講 我們已經強調過 非經濟藝術不會形成海嘯 驗證了嘛 現在來講 我提醒大家 現在來講 其實就是最重要 是融資的維持率 接下來6月份 大家你要思考是 融資維持率的問題 我在節目上已經聊過 這一段的行情 其實5月份的動盪 融資維持率並沒有有效的下降 因為我們去年8523 我已經聊到去年8523的低點 那時候融資維持率是122.5% 現在來講的話 大盤融資維持率應該還有 30%的一個清洗的空間 所以這邊進入6月份 大家只要記住一個重點 避免去追 避免去買那個什麼 融資的比率一直在拉高的 融資所謂在拉高的股票 好不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相信看到這一個 今天來講的話 如果像航運的表現 鋼鐵的表現 大概都看在眼裡 那以航運來講的話 其實就貨櫃三雄而已 今天來講這樣一個 大標題出來 我相信也讓很多人 對於航運股的未來 非常的期待 也許就找盤的拉抬 再往上拉的過程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後面來講經過那個10點過後 11點過後慢慢不一樣 那我思考的絕對不會是運價的問題 因為我其實在節目上有聊到 現在全球的經濟 包含主要的歐美市場 主要的成熟經濟體 他們現在的難題是什麼 經濟復甦的太快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歐美這一邊是在什麼 防禦通膨的壓力 所以在討論什麼 要不要緊縮QE這樣子 所以你第一個往這個角度下去想 全球的經濟在復甦是往上走的 主要的經濟體是遇到 是遇到什麼 通貨膨脹的壓力 那你覺得那個運費來講的話 以全球的市場來看 他會不斷不斷一直拉高嗎 我希望你只要從那個角度下去思考就好了 陽明 長榮 還有那個 萬海 他們做的是全球的生意還是台灣的生意 很明白嘛 所以你往這邊角度下去思考來講的話 你看到這個新聞好 運費一直做後面來講 預期一直往上拉 可是如果全球市場開始慢慢的 有通貨膨脹的壓力 而且全球的共識 成熟市場的共識 是要打擊通貨膨脹的壓力 全球市場的共識 如果是要緊縮去壓抑那個通貨膨脹的一個 幅度來講的話 那你就運費 他會不斷不斷上升嗎 他一定會回到原本的水準 這是第一個 那我就跟大家聊到就是說 整個6月份 我們一定要知道融資的維持率 他這一邊還有30%的空間 所以這一段的行情來講 沒有意外來講的話 明天我們大概就看 整個行情從上個禮拜四 禮拜四禮拜五 然後包含今天禮拜一 明天禮拜二 沒有意外今天來講的話 在大盤這一邊會先交代一個斷點盤 那接下來來講 就看一個斷點盤完之後來講 整個行情是不是在一個起始盤的部分來講 會有一個拉回的機會 那這邊我提醒大家 拉回不是壞事 或者是這邊有回跌絕對不是壞事 他只是給你一個 那個被錯殺的股票 還有什麼 融資使用率 融資水位低的股票來講的話 趨勢融資水位 他趨勢沒有暴增的股票來講的話 給你一個重新進場的機會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 這邊畫面上 我們就先拿那個 以融資的水位來看 盤面上這些股票 第一個 2615的萬海 我們這個軟體來講的話 直接就直接切到 就直接下面這一邊 就幫他留一個融資的 虛勢方向 融資的所謂 很明顯萬海他是增加的 他是往最近來講的話 最近這半個月 他是往上拉的萬海 所以你說貨櫃航運來講的話 你要去追買他 我一直提醒就是說 他往上拉高盤中往上拉 他是給你有持股的人 先以資金 先下車 平安下車為優先 好不好 這是萬海 那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2609的陽明 一樣 陽明來講的話也是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他融資水位 他其實 整個五月份 他的融資水位是沒有往下掉的 很明顯 當然你可以從你自己看 的軟體這一邊 快速瞄過去 他融資的余額 到底是往上爬的 還是往下掉的 或者是往下那個水位 往下打之後來講 都是在一灘死水的 這個是2603的長榮 一樣 最近來講的話 長榮來講的話 融資比率是增加的 這個大家你自己的看盤軟體來講的話 都可以很輕易找到這種資訊 所以我一直聊到就是說 貨櫃三雄來講 他融資使用率一直往上爬 所以這裡來講 我提醒 我才會提醒你說說 融資使用率 融資水位一直往上爬 那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整個全球經濟復甦 然後有通貨膨脹這邊來看 第一個簡單的思考 運價會不會無限上高的往上調 很明顯吧 他一定會回到那個原本的水準 那貨櫃三雄來講的話 他都漲到這樣子 因為融資追價出來 所以我上禮拜就聊到 你自己是思考 用融資來買的 都是追傳產還是追電子 很明顯吧 那當然就不用去談 散裝航運 你如果去特別留意到 比如說那個 散裝航運 玉民 2606玉民 2605星星 5608四維航 2617的台航 這些股票來講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原地踏步 而且就是在那個前高的那個長黑的下方 等於說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市場上面來講的話 即便是盤中都有拉抬力道 他是拉不動的 好不好 我特別跟大家來提醒 當然鋼鐵股這邊來講的話 融資比率來講的話 融資的水位值往上拉高的 就是什麼 2014的中紅 好不好 特別留意一下 融資的余額拉高 但是什麼他股價並沒有快速的突破前高 反而前面來講的話 是一個盤中拉抬起來 甚至有拉漲停板給你看 可是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這邊幾天 我相信就是說大家自己看一下 12345678天 他8天原地踏步 好不好 這邊我提醒一下大家 6月份來講的話 大家你要去留意 避開 不要去追買那個融資 余額融資水位往上拉的 這一檔鋼鐵股這一檔 很明顯的 2017關田鋼 前面兩天漲停板 用融資下去追的人變高了 所以用融資下去 但是他 還沒有快速突破前高 那其實就 要特別去留意一下 好不好 這邊我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然後第一桶 2009的第一桶 也是一樣融資的比率 融資的余額開始增加 股價還沒過前高 但這邊來講的話 他算相對於剛剛關田鋼 或者是中鴻來講的話 算是比較乾淨一點 好不好 但這邊讓我特別去留意一下 還是一樣 逢高 來做一個平安下車 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提醒大家就是說 與其你不斷的去買 或去追 融資的所謂一直往上墊高的 鋼鐵跟航運 因為那這幾檔都是指標嘛 都是指標嘛 那你扣除這些指標股來講的話 其他你盤中拉一下漲平板 甚至拉一下 完之後騙你進去完又打回到原點 很多我剛才有聊到 散裝航運身上 你會發現奇怪 貨櫃航運漲成這樣子 散裝航運怎麼拉不動 特別留意一下 那那個已經拉起來過前高 那個融資所謂是飆高 所以這邊來講 6月份反而要提醒大家 以大盤融資的維持率 還有30%左右的空間來做清洗 來思考的話 這一邊小心什麼 傳產類股 尤其鋼鐵航運來講的話 融資拉高的 這些個股來講的話 它都是一些指標股 明星股 你反而是什麼 會讓這個類股族群來講的話 有一個隱憂在 所以我還是提醒大家 你從日線圖下面看 一一的下去檢視 你慢慢就會發現說 與其你拿你的資金 去追買這一些的股票 你不如什麼 去找低基期的電子股 我相信同樣的時期來講的話 你如果把那個電子股拉出來 我相信就是說 對比散裝航運 對比鋼鐵股 其實你賺的錢 還比較有機會一點 好 那直接來看 其實那個以融資維持率來講 幫大家快速去帶過來 好 來2458義龍店 這一節節目內容來講 我希望就是給大家一些觀念 我為什麼會談義龍店 我相信 大家你看我的節目都會知道 這一檔本來就是 一直都是我會員的持股 另外來講的話 這一波來講 我上個禮拜五也跟大家來分享 他連半年限給我一個 抄底強反彈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一檔來講 我上禮拜我直接講 哎呦我心目中這一波來講的話 5月17號到5月25號 這一段時間 帶我精英會員搶短的一個遺憾 你居然 連半年限都不給我搶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義龍店 他融資水貨是怎麼樣 往下掉的 我點幾檔的電子股給大家看 這些電子股來講 我節目上都跟大家來分享過 你自然而然就會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我一直提醒大家 市場上用融資 而且就最近來講的話 5月11號 5月12號的大跌 5月17號大盤在破底 可是融資呢 清完之後又開始拉高 拉高追的都什麼 船產 鋼鐵跟航運比較多嘛 好 這是8081的智新 IC設計 他融資怎麼樣 不動的 對比剛剛我點出來的 那個貨櫃三雄 跟那個中鴻跟官田鋼 大家就可以發現 差別在什麼地方 3014的聯氧 這些都IC設計的股票 而且同樣都是什麼 半年限上揚 季限什麼上揚 交叉向上的 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他融資所謂聯氧 301是聯氧 他融資所謂什麼 不動的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說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市場上他已經 反而不是明星股票 反而是被市場所忽略 全那個一般投資人來講 都在追那個 那個 航運跟鋼鐵 就變成說 這些電子股的籌碼 就非常的乾淨 這些電子股是高價 而且是我就聊到 這一波來講被錯殺 而且首先領先大盤 過5月12號 高點然後是領頭羊 6488環球晶 這些我在前面半個月的時間 都在節目上點到過 環球晶你看一下 他融資 往下掉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說 我會跟大家提到 這個原因 就是希望 大家你在6月份來講的話 第一個 先掌握住 這個很基本的小觀念 來去看6月的行情 6679 玉泰 也是一樣 這一波來講的話 那個領先過高 他融資有沒有增加 沒有 沒有追加的融資出來 所以追的融資 都是聚集在什麼 貨櫃三雄跟鋼鐵 這邊要特別去跟大家來做一個 提醒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大家一直聊到 就是說不要去追買 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我怕的是什麼 因為應該說 這裡不要去追買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你不曉得 他如果是大盤 遇到大盤技術性修正 這一波是上禮拜四 破季線的時候 大盤開低之後 尾盤是有個拉抬力道起來 收回在季線 如果上禮拜四 他沒有尾盤那個拉起來 收在季線呢 他是收在季線下方呢 後面技術性修正 剛剛所那個用融資追買的 比率很高的鋼鐵跟航運 他如果開低直接打跌停 那可能就是一個 相對於大盤又更動盪 或者是幅度又更大的技術性拉回 好不好 你這一波來講的話 剛好鋼鐵跟航運來講的話 都沒有出現一個 開低重挫 像這一類的股票來講 最怕是什麼 開低重挫 好不好 就這邊來做提醒 好 3533的加折 我相信這個在我節目上講過 上個禮拜剛剛講過 我覺得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是我搶反彈 這一波來講的話 覺得最驚奇的 除了遺憾是在義龍店 驚奇的是在加折 為什麼 我沒想到他那麼強 我賣完之後 我賣多少 我賣568 加折我賣568 賺了78塊 結果他老兄居然 今天高點607 我賣568 我上禮拜我聊到 我這些股票 搶短的股票在5月25號就已經 全部賣掉了 短線 我搶短 我就跟我經營會員講 搶短 然後對比大盤是什麼 站上季線那個斷點盤 我這一邊的短 短線操作的股票 就把它做一個停利 加折是怎麼樣 我賣掉 我568 他後面607 你看他融資多乾淨 這邊我希望就是說 6月份我把我這一邊跟大家這一路下來 這半個月左右的時間 跟大家所聊到的股票 把它打出來 讓大家看到 融資水位下去做對比 8046藍電 我相信這個也是一樣 我節目上上禮拜 我又跟大家來做分享 融資是乾淨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小地方 去看到什麼 我一直聊到市場用融資在追的是什麼 鋼鐵跟航運 6239力程 融資是什麼 乾淨的 它是往下掉的 你就可以知道融資往下掉 股價往上彈 你就知道 那個個股來講的話 選擇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好 這一檔6223的旺系 IC封測的股票 股價往上彈 融資水位往下掉 你就知道就是說 這裡來講的話 你應該要掌握住什麼樣的關鍵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提醒電子股 電子股 原因就是在這邊 2308的台達電 股價往上彈 融資是什麼 往下掉 很明顯 這邊大家可以在 我節目上跟大家來分享 那你自然而然在自己的看盤軟體這一邊 打出來 敲出來 你也可以看到這些數據 3529力望 我在節目上都講過 這半個月以來我講過 融資水位為什麼 沒增加不動 一攤死水的 這邊來講的話 融資如果是一攤死水的電子股來講的話 甚至就是說它整個 我前面所聊到 他怎麼去辨認他被挫殺的 被挫殺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自然而然 就可以知道 他被挫殺了 融資水位不動 一攤死水 好機會 好不好 6月份 那個是你 減鑽石 賺錢的機會 好不好 那這裡來講我希望就是說 行情 的變化 來得很快 那5月份的動盪 確實就是沒有進入空頭的條件 因為今天最後一天了 如果進入空頭條件現在應該是 可能8500 我相信就是說 當行情在崩跌的時候 快速拉回的時候 1萬5都還沒破 很多人就網路上就 我等8500來買股票 我下看8000 台北股市回8000 我等你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有笑話就是說 地獄這邊還有好幾層這樣子 1萬5 那後面還有什麼到8000這樣 反正網路上你看到很多的 有趣的留言 但是這一些來講跟行情來講 有沒有關聯 沒有關聯 所以行情最後面的結果 它是讓大家看到什麼 疫情歸疫情 疫情它不是行情 所以你在面對股市的時候來講 第一個 一定要把自己內心的那一種 恐慌跟生活之間的連結 那一些的事情 跟完完全全切割 否則來講的話你如果 因為過去就有經驗了 你把那個過往去年 國際股市跟對比那個國際的 之間的疫情來講 美國股市有變大空頭嗎 好像沒有吧 那這一段的行情來講的話 你自然而然就會知道 歐美主要的成熟市場來講的話 他們都已經在經濟復甦 有通貨膨脹壓力了 封城早就已經解封好 解封一陣子了 那你只要去 只要去好好去思考一下 外資怎麼樣 外資是國際的資金啊 他們去年都看過那些疫情 比台灣還嚴重 講難聽一點 以外資的角度來講的話 尼克 我相信最近大概看新聞 美國AIT的處長講什麼話 台灣死亡的人數 跟尼克 對比起來根本就不用擔心什麼的 對人家是用角度這樣來看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 為什麼我一直提醒大家 因為籌碼這邊來看 我就5月份的拉火 我就能告訴大家 在砍籌碼的是 內資不是外資 現在來講 在季縣這一邊連續大買的是誰 是外資 好不好 加入AIT 所以接下來來講的話 在6月份的行情 我要幫大家去整理出來 慢慢的 我相信大家你也看到 台積電跟鴻海的股票 13天不破底 領先大盤5天落底 那我一直聊到 他們這兩檔的電子股 跟隨著聯發科 一直維持在5月12號上方的高點 台積電是571塊 鴻海是106塊半 我強調多久 我相信你今天5月31號 你看到整個行情的表現 你覺得6月份電子的成交比重 不會回到5成嗎 穩定的維持在5成嗎 我覺得有機會 所以加入AIT 接下來我要幫大家整理出來的是什麼 鴻海台積電相關的概念股 相關集團的股票 有哪一些是乾淨的 有哪一些是你可以 劇足了什麼 被錯殺 或者是接下來有一些表現的 甚至就是說 有一些的 平價的AIC設計 哪一些是被錯殺的 一個鑽石 我這邊會幫大家 特別錄製一段的特製的 精選股票的影片 我希望你可以把握住 我就會在Lite這一邊來公開鎖取 畫面上這個QR Code 或者是手機拿出來 LineID搜尋 小老鼠GORICH55688 小老鼠GORICH55688 我希望就是說 這段時間以來 我在Lite這邊所分享的資訊 一定對你很有幫助 許多人都發現 老師真的如你所講的 因為恐慌而殺低 因為恐慌而認定台北股市是大空頭 因為恐慌覺得這邊來講怎麼樣跟怎麼樣 結果你發現回頭一看 1萬5連破都沒破 到現在 空上1萬5之後 他的低點是在1月7號 不是在1月底 也不是在5月份 這一個快速的拉回崩跌 你會發現就是說 有時候你只要好好的 把幾個大原則掌握住 大盤看得懂 大盤的幾個原則掌握住 其實操作股票來講的話 你可以有一個停看廳的機會 好 回到我身上 這裡來講的話時間的關係 但我在錄節目之前 剛好是 有我的網友 我的粉絲來講的話 在LINE留言說 教老師 你可不可以在今天的節目分享一下 主要是他問的問題 他所點到的股票 我覺得非常值得分享 他聊到這一檔 來 2498宏達電 他聊到 宏達電現在是季線上揚 半年線 也跟著上揚的股票 老師你說這樣的股票是被挫殺 宏達電 我相信他應該是講說 宏達電算不算被挫殺 這檔宏達電的股票我必須談 特別跟大家來談 這一檔不算是被挫殺 這一檔宏達電的股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你仔細去看 他是長線空投格局的 長線空投格局的股票 什麼叫長線空投格局的股票 你把他日線圖攤開 半年線是怎麼樣 在整個4月以前來講 是不斷不斷下彎 長線下彎 長期下彎的 然後那個季線是死亡 你叫他向下的 他最近來講 有出現一個反彈 那我只能說 這檔股票是長線空投的股票 像這種崩蝶那個恐慌的挫殺 他不能算被挫殺的股票 那你針對就是說 這一檔 那個宏達電來講的話 很多人說 我那個 這一段的反彈 這一段拉抬好兇喔這樣子 那你回頭上去看來講的話 你只要去看一下 任何那個什麼 半年線跟季線扣體值 長期下彎 而且超過三個月 超過三個月 超過三個月 的股票來講的話 空投格局的股票 三個月 超過三個月的股票 他中間任何的拉抬 一定都是會變成反向的死套 你有沒有發現 反向的死套 而且 對 往下會再破底 破底 那這一段的拉抬來講的話 我跟大家來談就是說 那個一段長期空投的股票來講的話 在整個行情經過一段多頭的趨勢來講的話 也會有一個足底的機會 那我們怎麼去看 有沒有足底成功還是怎麼樣 就切到這檔宏達電的那個 周線圖好不好 周線圖 我相信那個老觀眾 我的忠實觀眾 都會知道說 把一條的十周生命線 一條的十周均線拉出來 這宏達電這種股票我是不碰 就是原因就是在這裡 這種就是完完全全就是 大那個長線大空投的股票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現在來講宏達電怎麼看 我現在只是幫大家簡單去提醒 除那個就直接周線拿出來 然後200均好不好 周線200均 200均 周線的200周均線 周K的200周均線 幫你拿出來 你就只把200切出來這樣子就好了 你會發現就是很有趣的 四月這樣那麼一段那麼兇 結果200均馬上打下來 那後面再往上走來講的話 就是200均很明顯 你就是看他200均 200周均線 你就看他200周均線 扣底值在什麼地方 能不能有效的站上去三個禮拜 好不好 就這樣就好了 否則來講的話 這一檔的股票來講的話 那不能算是足底成功 那通常那種長線空投的股票 他一定是要他基本面公司的經營面 或是產品有什麼相當的突破 或者是切入某一個 他有一個機會 易軍突起的市場 否則來講的話 這種股票來講 我個人是 不會帶會員去碰 不管他後面談多少 那我特別在把一檔股票的200周均線拉出來 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跟宏達電有點像 原因是什麼 一樣都是10周均線是長期 已經是有一段時間是長線空投的股票 他的200周均線這一檔 2327的國巨 你就會知道就是說為什麼國巨來講的話 還會有一個籌碼在 穩定的籌碼在 因為他始終的都在200周均線上方來做支撐 所以那股價來講的話 不會像宏達電這樣子 一路一路往下殺到那個 那個破100啦 到變成那個20幾塊啦 不會 所以關鍵是在這裡 那個剛剛你看到宏達電來講的話 200周均線 早就已經長期的下彎了 這是宏達電的200周均線 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你說要觀察他除足底來講 一定是要很長的時間 絕對不會只有短線這樣一個月拉起來 他就是 直穩打底沒有 你就變成說他200周均線洗平 那你這邊來講的話就是什麼 他200周均線扣底是42.7 所以你變成說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一直維持在42.7以上 你才再來談說有沒有機會長線足底 所以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都只是空頭反彈 我已經告訴大家 200周的均線好不好 就分享給大家像這種長線空頭的格局股票 回到我身上 那今天來講因為我覺得那位朋友來講的話 在我Light這邊留言 我也覺得 他所點名的宏達電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可以拉出來當例子 分享給大家 因為現在這種行情來講的話 大盤在1萬5 你幹嘛去搶那個空頭反彈的股票 好不好 另外來講當然就不要再留言問大力框 好不好 這裡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大致上跟大家來帶 好因為我剛才有把那個 宏達電對比那個 國際的那個200周均線 那你自己去看一下大力光200周均線這樣子 好不好 那6月份你操作的關鍵是在什麼 會跟上我剛剛所聊到的 那個融資很乾淨的那一些高價的領頭羊 突破5月12號高點的電子股嗎 後面會跟上他的什麼 當然就是什麼 跟他一樣籌碼乾淨的平價的電子股 我相信這邊來講你只要看一下IC設計來講 我的會員應該都還蠻熟悉這一檔的 訊息會員 超風 或者是那一個 這邊當然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後面來講的話 今天所掌庭 3305的生貌 我會應該是還蠻熟悉這幾檔股票的 5351的預創 除了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其實都還有很多的 鑽石可以讓大家 在6月份有操作機會 我希望就是說這裡來講 我把一些的觀念分享給大家 2363系統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你不是用追高的 你反而說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適當的時機大盤回跌的時候 或者是這一邊來講什麼時候 應該是一個最佳的買點 就經過了5月12號 5月17號過後 6月份相對於比較好介入的買點 你如果願意跟上我的操作來講的話 這一邊我已經告訴大家 從5月份的行情一直到現在 你只要第一個 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重點 你掌握住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跌的時候 你敢跟著我一起買 其實你6月份要賺錢不難 5月份來講的話 你只要不要胡亂殺低 不要胡亂的 哇那個疫情好可怕 後面來講的話 行情會不會回到去年低點 8523 很多人在那個大跌的時候 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可是連連思考都沒有思考去看到 日線圖大盤一攤開 第一次回測半年線根本不會變空頭 這麼簡單三秒鐘的時間而已 可是市場上很少人幾乎沒有人發現 這麼樣一個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什麼 不要因為你內心的恐慌 或者是你肉眼所看到 那個直覺性的那個思考 你就要想要決定行情趨勢方向 從大盤這一邊找到過往 外資官方作手控盤的習性 你知道行情趨勢之後 確認沒有空頭條件 該買股票的時候你要大膽買 當然你只要去過濾一下 股票格局 不要去搶空頭格局的反彈 不要去追融資所謂拉高的那些類股 其實六月份的行情來講的話 都有賺錢的機會 希望大家一起跟著捷老師 來把握住六月的行情 祝福大家我們明天見 請記得把握住的行情 都分享給大家 在收看 旁邊的行情 另外全面的行情 再崩潰 也來不及見 在南方的行情 我自然馬上 工法都拿到有力 626-8085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